第十三届玲珑三文学奖散文奖佳作崔春花 记者赵世勋社 记者林婷婷台北报道 今年才刚出版诗及阿博神的诗人崔春花 近日以她嫌少对外发表的散文文体 神在摘下第十三届玲珑三文学奖散文奖佳作 写诗写很久了 尝试的文类一直还蛮单一的 散文则是我这一二年才开始学习 谈到个人对文学奖的期待与自我期许 崔春花坦言文学奖的激励效应 确实比其他文学活动来得大上许多 比起常常看到某些职业写手的奖 我更期待可以看到许多拥有写作才能的事物人所写的文章 他们或许没有收过很专业的文字训练 可是他们有很多生活故事 崔春花的散文得奖作品 神在数集就读中小学时 父母亲应接触某一神秘宗教研究组织而对他造成的影响 谈起书写这篇文章时的心境转折 崔春花引用他曾采访过的诗人徐悔之的一段话 写作并不是为了疗愈自己 是为了认识自我而这只是个开端 Lib 那么未来将继续发表诗作还是朝向不同的文类发展 面对此一提问 崔春花表示 不管我们写出来的是象征性很强的诗 还是计时性比较强 语言比较浅白的散文 甚或是虚构性情节为主的小说 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它能够具有一种普遍的人性 即使是从我这个人而散发出来的 它产生共感共鸣时 那样子我们就能够召唤读者 让文学继续生存下去